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朝夕的精神把握当下 为平常的生活赋予超越 与贫活的色彩 面向未来 我们更应当在探索中 找准自己的节奏 与国家紧密相连 与时代同行共振 大家好 我是物理系2017级的直播生段少荣 我是七八三班的白玉卓 我叫白浩浩 是土木系2017级的博士生 我是金米17系 2022届博士生王宇成 我叫次仁拉姆 来自人文学院中文系 我叫黄帅 是法学院2019级的硕士生 系列工程系2018级的王宇南 我叫李其中 是从2014年考入清华大学的 毕业之后 我去到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第一研究院 从事火箭相关的工作 我的毕业去向是中国华能集团 清洁能源技术研究院 我将前往中航工业 西安自动控制研究所工作 将作为一名选调生 到山西工作 打算去西藏拉萨市 维持干部工作 我即将作为一名选调生 前往山东省高级任命法院进行工作 未来将会在基层机器直播 在人制所 然后我的研究方向是 自然语言处理 就打算在本系的基电所直播 继续攻读这个博士学位 在清华五年双肩挑辅导员的经历 让我深深意识到 又红又专 全面发展这八个字背后的意义 也让我逐渐坚定了自己之后 投身国防制造业的决心 我将在毕业之后回到我的家乡工作 也是实现了自己一个小小的蓝天之上的梦想 我想对清华说 感谢母校三年的培养 希望在离开清华后 在毕业后 能够利用同清华学到知识 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能够利用自己的专业能力专业水平 为法治中国的建设 添砖加瓦 贡献出自己的棉博立分力量 走出西藏 然后接受教育 是为了更好的回去 去建设我的家乡 这是清华对我最好的 教育 清华人这三个字在我心目中 有两层含义 第一个是集体 第二个是担当 就不管在哪一个行业 我们都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就是有理想 敢担当 能吃苦 肯奋斗 只要国家需要我们 都会在第一时间 就是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第一时间冲在前面 希望在下一个十年二十年 甚至一百年的时间里 清华能够越来越好 能够建设成为更好的世界一流大学 用自己的能力 用自己的专业水平 就进行法治中国的建设 希望将来无论去什么地方 在什么工作岗位上 我都希望自己的努力 能成为清华小小的骄傲 然后我希望我一定会 有机会将清华所交给我的 回复给社会 然后成为一个 也让清华为我骄傲的人 毕业快乐 毕业快乐 毕业快乐